手工的蝦餃就拿到了 但回家要怎樣蒸呢 真的要問問師傅才行 那回去需要解凍嗎 對,我們這隻手工蝦餃是不需要解凍的 拆開包裝就即蒸10分鐘 那我們現在把它拆開了 好的 大家看看每隻跟我們剛才蒸的一模一樣 我們有一個蒸籠 然後就把它放上去 好,一籠放四隻 放之後是要怎樣蒸,蒸多久 開大火蒸,蒸三分鐘後再鬆開蓋 再蓋上它,再蒸十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蝦餃來之不宜 我們經過比試才做出來 不要失禮死人了,說比賽 一看見這個蝦餃 我想起師傅作的一首詩 倒線挪維,繩透煙 它好像一個彎梳形 而且好像那個蝦翼一樣 把顏色透現出來 還有一句是煙紅淺笑,半含痴 那個顏色有點紅 好像一個少女一樣,微微微笑 你說完第二句詩,我覺得你好像形容我 就是塗著一個衰紅 然後有一個傻笑的女生 真的很傻笑 看見你剛才包的蝦餃 金錢袋 一隻都很英俊 然後真的是十三折的晶瑩剔透 你看看蝦肉這樣透出來 很漂亮 就是因為它太標準了 很多人就懷疑這個機械出的 是呀 先試一試 吃蝦餃來說 最重要是皮爽滑 餡料裡面的汁是很潤窄的 如果你太多,就變成灌湯包了 它就是有少許的汁液 而且汁液是很香的 蝦又爽又鮮甜 蝦餃皮其實是很薄的 而且它是比較細嫩的 它不會說外面的蝦餃皮 一咬有塑膠感的感覺 然後這個鹹也很漂亮 蝦非常新鮮 無論是蝦餃的大小 和它的餡料都是適中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皮厚薄均勻 如果太薄 你會吸收不到形狀 如果太厚 你一定會吃到像棉胎一樣 但現在的口感是 兩者結合,很和諧 這個蝦餃的出品 真的不升級 強哥說如果在家裡想吃 有沒有辦法 如果你在以前 你想也不要想 只能打包回去 但是現在你知道的 在我手上 這個蝦餃是全手工製作的蝦餃 兩包是112元 就可以包容送到你家 即是裡面有24隻 每隻就是40蝦 即是等於我們外面 酒樓吃的蝦餃王 即是100元可以吃到 白龍蝦餃那麼多 這麼划算 對,還不趕快拿起手機 送給平網下方二維碼 進入尋味軍嚴選雙城選口 強哥的蝦餃真的很划算 不單是划算 而且很方便 平時我們拿出來不用解凍 然後就可以直接蒸就可以吃了 只要放在蒸籠裡蒸10分鐘 蒸3分鐘,揭蓋蓋 放棄令它不容易爆口 再繼續蒸7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你不要再 tack